歡迎收看 今天叫做是名模系高個子美女 我想你應該很不喜歡這個單元吧 不會 個人交往過最高女生 175公分 豬豬高我你10公分 你怎麼跟他談戀愛的 15公分 要抬頭 對 5公分 OK的啦 身高不是距離 年齡不是問題嘛 沒錯 問一下 我想請問一下女生們 你們有辦法接受 比你們矮的男生嗎 這麼直接聊到是不是 為什麼呢 男人矮不見得 高比較安全感 不見得什麼 憲哥 沒事 現在已經結婚了 可以聊一些比較成熟的男生 好… 好… 客群有交往過比你高的嗎 高的沒有耶 你可以接受比你高的嗎 OK啊 還好 各位 名模系高個子美女傳奇 荷蘭是全世界平均身高最高的國家 男生的平均身高在184公分 女生則是174公分 而除了基因之外 你知道造成他們如此高挑的最大因素是什麼嗎 原因竟然是因為他們愛吃起司喔 而一個荷蘭人平均一年 你可以吃掉8公斤的起司呢 所以想要這麼高的你 不妨試試看多吃點起司吧 今天我們請來了五位 身高超過175公分的美女 其中有一位 可是就讀舞蹈系的武林高手喔 就要請大家猜猜看 究竟是哪一位呢 掌聲鼓勵 來 歡迎第一位小白兔 來囉 小白兔 歡迎 20歲 176公分 25大好漂亮 好漂亮喔 真的是小白兔耶 小白兔 甜美… 走個台步…來… 擁有千石臉蛋的小白兔 小四之後就168公分 外號長腳 對 個子太高 在班上老師擔任水電工的工作 裝燈泡啦 對 青蜘蛛絲啦 可是這樣也好 人緣好啊 對啦 有交友都比你矮的嗎 有沒有 沒有 完了… 到時憲哥受到了莫大的大力量 他夢中情人身高要190公分 190 就是 你想要跟姚明在一起是不是 他太高了 就是小的時候有幻想過 可是就是 190 190以上不能找耶 就是找到了 台灣 聽說你的衣櫥裡面 只有一條牛仔褲 為什麼 就是腳太長 褲子 褲管都不夠長 真的 然後就是可能 現在也買不到 買不到你的長度的地方嗎 你是找不到有你褲長的褲子 你今天這條褲子也不夠長 就是充滿了一種衝突與矛盾 可以把你改過那個給他黏上去 對… 我們有190的工作人員 對 前面這一位 這一位…怎麼樣 OK嗎 很帥氣啊 還不錯 還不錯 來…揮個手…來 嗨 對啊… 嗨 這個還不錯… 答應嗎… 目前是沒有男朋友 要 有 很好… 還要找190 人家還補一個鏡頭 你真的是有大刺激耶 憲哥 他就已經有男朋友 還叫人家190的出來給你拍一下 他是覺得不錯啊 現在男朋友身高多少 181 181 不錯啊 各位 不要難過好不好 這位死惠了 我們等一下還有新貨 對 可是 來 旁邊休息一下好不好 謝謝 各位 再會更可怕啦 身高180的小飄來了 180啊 小飄 20歲180 84公斤 天啊 小飄 小飄 名模 名模…來 從男主主來 走笑… 挺胸… 各位觀眾 小飄光腿長就110公分了 來… 你這是憲哥2分的長度了 小飄好帥 我要飄走了 今天擺明的是來氣我的 我就從畫面看我自己 越來越像曾志偉 等一下 金蓋 好…來訪問一下小飄啊 嗨 你好… 人家說那小獎儀啊 有… 很健康啊 然後膚色也是有點像 課桌椅都太小 只能盤腿上課啊 對啊 因為我國小畢業就170 天啊 西郎喔 然後所以… 妳這笑聲很傷人耶 所以對啊 所以就是 就是那個椅子 都沒有辦法有腿伸的地方 然後就要 然後就要盤腿座或者是爆膝 就是把腿伸在那個椅子上面 然後不然就是把腿伸到那個抽屜 妳講真的 妳有沒有 抽屜 妳的腿伸到抽屜裡面 然後妳做一個很深的喔 沒有 就是椅子要拉後面一點 拉很後面 然後腿放在抽屜裡面 妳有沒有難過於自己長這麼高 不會啊 很開心耶 但是有些缺點啦 什麼缺點 就比如說牛仔褲買不到啊 然後或者是就是會撞到東西 或者是男朋友比較難交啊之類的 交到了嗎 沒有 沒有 30歲以上就不用比我高 等一下…對不起 妳30歲以下要比妳高 30歲以上 為什麼呢 可是四個小孩以上還是要比我高 沒有 沒有… 個性很活潑 對啊 怎麼辦啊 她這個屬於什麼 很喜歡RDS 什麼意思 RDS 她穿那個高中的時候的制服 那個裙子再長她都是迷你裙 對啊 因為我高中讀女校 然後女校都穿百褶裙 然後百褶裙 然後少女都很愛把裙子摺一摺 對 妳都不用 對 然後我都沒有摺 可是他們就覺得我裙子超級短 然後每次都說 妳是美少女戰士嗎之類的 就一直覺得我裙子很短 但其實我明明就穿得比別人還要長 就是露出部分比較多 妳為什麼今天還要穿高跟鞋啊 就是想說可以跟憲哥搭 沒有啦 她對自己沒什麼信心耶 其實我覺得她很帥啊 沒有啦 想要跟憲哥搭沒有的 沒有 這是我們的2號 我去坐 謝謝 謝謝 好 歡迎3號小麥來囉 歡迎 歡迎小麥 21歲 77公分 56公斤 Oh my dear 好甜美的女生喔 聽啊 瘋掉了 來… 來…走個台步 小麥 她的外號是台灣姚明 還不到姚明的位子 台灣地方的姚明 要不要說哈囉一下 哈囉 大家好 不錯… 妳這個小麥身高 176 177就177了 妳看她們都很可愛啦 她們都差一公分就很在意了 177吧 我不喜歡被人家講太高 不好找男朋友 有點難 不好找男朋友就算了 她曾經把男朋友 把男生弄哭 是男朋友嗎 那不是 不是啊 是怎麼樣的回事呢 就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我們老師會排頭啊 可是她一直 就是一直在排排頭 可是換班的時候 就我就一直在排… 就換成排頭了 對 她就假裝肚子痛 不敢來就是生氣 女生比男生還高 變得排頭不是她 沒有面子 男生會在乎這些喔 我們排尾也是搶得胸啊 一定要搶一個之醉就對了 對 因為身高被派去參加跳高 結果成為全校的笑柄 對 第一格都沒過 第一格就是 不是 100公尺啊 1公尺… 你們是念蜘蛛人大學長 對啊 好厲害喔 結果呢 結果我整個就這樣鋪上去啊 全校人家這樣 想說那麼高人怎麼會摔到地 可是妳鋪上去也有優勢啊 因為妳就177公分啊 可是沒有彈跳力啊 就直接鋪倒很難看 對 很難看 終於啦 這個人生面中總會遇到喜歡的人 遇到了一個心儀的對象 但是個子比她矮 那天約會情況 我們可以演一次給妳看 好 好 真漂亮 這裡 對啊 好美喔 怎麼了嗎 就兩個格在那裡 是嗎 而且進進出出 你知道嗎 火咦… 那怎麼辦 那男生就不再接我電話了 你有被當過男生對不對 有 為什麼 因為我有一次睡同學家 他們早上7點多 有打掃的阿姨 結果就睡了正熟 他素顏嘛 他就起來啊 他一開門啊 就說 哎唷 帥哥呢 起床了 他我就這樣 我是妹妹呢 妹妹 到朋友家裡睡 因為也是短髮嘛 對啦 那可能短 會感覺像男生 我又很高 股價又大 對 那妳還睡那女生的床上 那還倒了 所以那阿姨嚇到了嘛 對啊 妳不會說 我年輕人都這樣阿姨 我們今天不是要幫他們圓夢嗎 圓夢 她也有一個夢想 她總覺得 她總覺得 一個遺憾 她的身高 沒有辦法 就是 就是像新娘一般 新娘 新娘 新郎抱新娘 這樣轉圈圈 不行 今天她穿這個 而且我力氣 又沒人叫妳 蛤 妳真是史上第一怪叔叔耶妳 妳瞧了老闆天 我想看憲哥抱耶 什麼都想參議台 要抱我 我想看憲哥抱耶 是啦 因為我最近好 妳幹嘛要抱妳圈啊 妳幹嘛要抱妳圈啊 妳幹嘛要抱妳 腳在動的咧 對啊 汗有到什麼 妳要抱怨嗎 大概描述一下 妳希望怎樣被抱 就電影不是都男生抱女生這樣 她這樣轉圈 她也很夢幻 妳有交過比妳高的男朋友嗎 她們可能比較有能力吧 可是她們都這樣一抱起來 差不多三秒鐘吧 就是 好重 而且妳這樣 男生會忍一下就 下來啦 不好意思 有點尷尬 好…那妳旁邊休息一下 等一下想抱再來 好了 這是我們第三號 再來歡迎第四位 夢蝶 歡迎好夢幻的名字 夢蝶 Oh my God 19歲 Oh my God 天啊 妳看她 這是蘑菇 這是蘑菇 好勾翹喔 天啊 妳看她 這是蘑菇 天啊 妳看到她的腿 好勾翹喔 天啊 妳看到她的腿 好漂亮喔 天啊 來… 夢蝶 國小六年級就174公分 夢蝶 國小六年級就174公分 夢蝶的夢想是上課坐在第一排 你好 妳好 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夢蝶 夢蝶 夢蝶 夢蝶啊 為什麼叫夢蝶呢 這是藝名是嗎 不是 是我本名 夢中的蝴蝶耶 因為媽媽覺得人生如夢 她的綽號叫 綠巨人浩克 因為那個 我從小就是 就比別人高 然後大家站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比別人高一倍 然後那時候又胖也比別人寬 妳以前比較壯一點是不是 對 很壯 然後就是大家就覺得說 妳跟那個綠巨人長得好像喔 這個綽號就一直纏著我 纏到了高中 那妳本身喜歡吃玉米粒嗎 綠巨人 她生出來兩個月就像一歲的小孩 兩個月就像一歲的小孩 就是人生一直在比人家長一倍 對啊 都比人家 因為長得太快 所以每天晚上都在抽筋抽個不停 真的還假的 真的… 就是我從小就是 剛生出來還好 可是大概一個月過後 就是媽媽抱出去 就大家都覺得這已經 小孩為什麼在跳霹靂舞是不是 身邊都會跨著 就是已經就是很大 而且很有節奏 還媽媽我在講高呢 好恐怖 就是大家覺得很誇張 然後就是叫媽媽帶我去看醫生 睡的時候抱在手裡 媽媽抱在手裡 照理講很正常對不對 她會不會討厭自己這麼高 曾經討厭過 妳長得有點像康康的女朋友 那個毛毛 有嗎 有嗎 有 妳看她像不像 對啊… 妳這樣 妳第一次來到小人國是不是 妳這樣看我們 蛤蠣侯小姐 對啊 她用這樣掃瞄我們 妳注意到 這兩個矮子 我這個更矮頭又大 妳好 可是妳曾經因為妳的身高而自卑嗎 對… 因為那時候就是很胖又很壯 出去買衣服的時候就 就是因為妳股價本來就大 然後妳很難找到衣服 好不容易找到了以後又胖 然後就所有東西都撐開了 就算可以穿自己也覺得很醜 就不想逛街 可是妳現在很正啦 對啊 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 沒有 有一個矮她10公分的男生 狂追她兩年 她就是很誇張 因為我家住15樓 然後她在1樓就是大汗 妳應該不用搭電梯嘛 走著…就看到媽媽在吵 媽 我回來了 對 她一要就進去了 沒有 她在1樓大喊我的名字 然後說我愛妳 然後被媽媽停打 15樓耶 還是她其實已經爬到14樓才喊 那妳沒有接受那個 對啊 沒有 因為她那時候 那時候只有小六而已 就是有感動 但是沒有…還沒有那麼成熟 綠茶 妳來… 來… 綠茶不想走出來 綠茶 我告訴妳 為什麼妳知道 各位 她這一生當中 沒有試過什麼叫做小鳥依人 所以我們今天是幫高個子美女圓夢的 圓夢 糟了 把妳叫出來 我們可以用鏡頭的那個盲點 這樣好了 雙鳥依人好不好 來 我們1 2 3 喂 喂 可以嗎… 妳依她… 5 4 3 1 然後妳要… 妳不能都沒有反應 對 摸摸她 然後真的是一隻小鳥了 好… 有幸福的感覺喔 謝謝… 謝謝 圓夢…計畫 謝謝 歡迎怡君來囉 歡迎怡君 18歲 179公分 58公斤 Oh my God 看到這位小姐叫做怡君 Oh my God 她走下來的樣子好像騎馬過來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OMG OMG 遺傳爸爸的好身材 Oh my God 走在路上都是注目的焦點喔 妳好 妳是有混到學是不是 沒有 沒有 跟大家說一號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怡君 她是屬於爆發型的 怎麼說 她本來不高 然後還想要吃增高藥 妳有吃過嗎 本來想吃 然後我就跟媽媽講 就國小的時候 因為家人頭很高 那我才一五幾而已 對 然後就跟我媽 我現在30了也還一五幾而已 對啊 這個一五幾 上廁所頭會突出廁所門 就是那時候高中 真的還假的 好尷尬 妳是像那個國小的廁所吧 就是那個門比較矮嘛 然後就是 就是站起來之後就發現 怎麼會有人看著我 就嚇到以為是一個頭 那門是削邊的 就沒有上面的 所以大家就下去以後 都躲起來嘛 她 怎麼還在外面 沒有地方可以遮掩 沒有掩護 那怎麼辦 遇到有人來妳會招呼嗎 我知道啊 妳好 那就背對著就好啦 就看到一顆頭而已 那不是 頭再滴下去一點 沒有 就是站起來的時候 然後就看到 怎麼有人在看我 一個頭 然後就嚇死我以為是遇到鬼 或什麼的 後來發現是一個鏡子 對 就 對啊 然後跟男朋友撒嬌 卻被同學績笑噁心 讓她很受傷 就是像是就是先可以借我一下 就是說 示範一下 寶貝不要生氣啦 可以嗎… 然後就… 會有那種壓迫感喔 會 然後同學就說覺得 就覺得那麼大隻 然後撒嬌很像人妖什麼的 她覺得好過分喔 妳有喜歡過一個 比妳矮的男生 170 不算矮啦 差10公分 因為對方身高 然後被對方狠狠的拒絕 就其實有曖昧話 就是她是不明 然後我就跟她告白 然後她就說 妳太高 壓力很大 我們要請她們五位 給我們大家好好的來這個 擺個姿勢 裝可愛的嗎 可愛的姿勢 好不好 來…五位 一起到我們前面來 同時大家在擺姿勢的時候 觀察一下她們五個人當中 有一個舞蹈的科班喔 科班喔 好不好 1號請準備擺裝可愛 預備 小白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 第二位 好純情喔 小飄 好可愛 好陽光喔 要夠可愛 3號…來 可愛 小麥 好可愛喔 4號… 夢點 毛毛 來 5號… 後面鏤空的 實在是太高了 看得連我都自背起來了 其中有一位還是舞林高手喔 快來猜猜看是誰吧 好的 好的 請問她們五位當中 哪一位是舞蹈高手 我覺得4號可是我覺得2號 因為感覺她會跳舞 然後她又穿褲子來 所以我選5號 5號 5號 跳舞的關係 所以腿會比較結實 然後 會比較 為什麼會 你現在是在賣馬是嗎 沒有啦 東式買鞍頭 西式買鞍肩 客群 我覺得應該也是2號吧 感覺比較健美 健美 小獎儀 來 綠茶 綠茶 我覺得1號 1號為什麼 我覺得4位都太高 我覺得如果跳舞的話應該 1號應該 你就是認為高個子 不會跳舞就對了 沒有…我覺得 應該很難去發揮吧 一個在舞台上 像雲門那種舞很難的 難度一個伸展就是第一排 有沒有 真的嗎 我只是來看表演了 然後這一邊 有沒有 張子儀 沒有 那他彩帶舞他就不用拿彩帶 直接用手就可以了 他跳起來像彩帶舞 然後這樣轉一轉就變電風扇 所以你選1號 1號 來…胖子 我們覺得是2號 滿熱門的喔 因為他很活潑啊 跳舞的人應該都會比較活潑一點 很熱情 其實比較放得開 我們的小獎儀是舞林高手的嫌疑最高呢 不過真的是他嗎 看解答囉 馬上要來揭曉到底哪一位 才是我們真正的厲害的舞蹈高手呢 五個人當中 現在要下台換衣服揭曉 來 請換衣服 好 厲害了 時間給他舞出來 是 時間就他們出來 然後咱們就會看到是誰了 好不好 還沒… 人還沒出來…好不好 一起歡迎五位已經換好衣服的 高頭大馬 來囉 請揭曉 1號不是 2號也不是 3號也不是 4號也不是 5號 天啊 來… 各位直接帶來現代舞 答錯了 來…直接帶來這段精采的現代舞 真的嗎 5號的宜君 5號的宜君 最擅長的是現代舞 哇 真的 天啊 這是雲門舞級那種耶 第一排的朋友小心被打到 才兄點 超了 觀念 誰 誰 自己摸曉 天啊 不要動… 低腿… 一直腿耶 妳那個腳底板有多黑鈴 腿都黑了… 很像灰姑娘 練舞練多久 12年 好長耶 妳那個表情上要多一點 表情太過… 她很木讷啦 就這樣默默地跳 就多一點表情其實在裡面 看得比較自視 妳要有那種力量 就是收放自如 味道 妳的表情OK 但是肢體太僵硬 不錯… 恭喜幾位啦 比蠻多的習慣 和我們小的時候 是長手挽著手 花淺色不予相擁 兩心情亦相同 当我们小的时候 是长手挽手 不云也穿梭心水流 摘心盘跃灯山球 昨夜你对我一笑 我开始用了脚 打开了记忆的箱子 啊 啊 啊 我愿意你偏的一笑 昨夜你对我一笑 啊 啊 啊 到无情云也鸟鸟 啊 啊 啊 我花醋也笑着 虽然我上下飘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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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上一生时间也有消息 留下了晚霞更严厉 晚风轻轻吹锁到长屁 带来了一阵凉鱼 海面上也吹几绿 和天边外霞都演绎 我们永远摔在图画里 让天边外霞更严厉 让天边外霞更严厉 每次看到无解表演 每次都有动人的最能的老哥可以欣赏 而且在外形在造型上面 永远都是最靓丽 最正式的礼服 所以给呈现在观众朋友面前 永远是最完美的形象 谢谢 你要想看到无尽前 无解的这种邋遢形象 还不容易咧 没有 平常就是这个 对 不过您这样穿起来 观众始终都认为 这个意思是非常的恰当 因为您唱起歌来 这个眼神 好像传送一份感情 是这么的诚恳的 其实说到这里 我就要跟无解稍微提一下 每次小哥在节目上 一定就是讲到偶像 一定是你的名字 甚至他已经 就是说他将来选择的 这个理想的情人或者对象 他还是比较觉得 吴敬贤比较适合我一点 这个说真的 费雨清啊 我跟他以前同事 一直到现在我都 除了他的歌艺之外 我觉得他最重要的是 就是他待人节目 很多人到了他 一定觉得他自己的层次 到那个时候的时候 他待人节目整个就变了 我相信您看了很多 可是费雨清就不同了 奇怪啊 对人非常亲切 让人很愿意跟他聊天 而且他知识 尝试都非常丰富 谢谢 奇怪奇怪 上礼拜 小哥跟我吃火锅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夸赞你 他说你的待人啊 处世了 永远是那种态度 非常的亲切 怎么一样的话来的 原来早就 那边分叫他 快换 ah 谢谢 那么真的 我是觉得他的歌艺 那不可否认 我有很 他的很多的卡带我都有 在今天等你啊 一良人他唱得好都不得了 不过如果说讲到歌唱公务员 以前小哥是被人家讲说 他是最标准的歌唱公务员 可是在您面前 我比他还标准 你比他还标准 这个演艺人员只是没打卡 不然我们吴敬贤小姐 临时全请讲 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 人家会问我 哎呀吴敬贤 你唱到现在怎么还在唱 还到那个什么红包场 我有个想法 因为我觉得 最重要的歌唱我自己本身喜欢 还有有些艺人我觉得 不需要把自己自视那么高 自视很高 我怎么怎么 我要急流勇退啊 我要留个好印象 其实 常常听人家讲这些 其实你勇不勇退 没有人关心你 最重要还是在于自己 自己的心情 我自己感觉 因为我觉得我唱歌很快乐 唱到现在为止 您不知道知不知道 您这个可以说歌迷太多了 很多这个 妈妈互故 还有中年朋友 不要说您这个婚姻大事 为了歌唱的兴趣的耽误 还有很多人说不定 在台下了 您看不到他 他还默默地在等待一个梦中情 我想费雨晴 您也了解 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一个缘分啊 而且这个 已经过了这个失婚年龄 好像也不是很急了 我觉得其实交很多 很好的朋友啊 我觉得 比较重要是 不是重要也很好 也蛮好的 这个未来的这个会让您确凭重选的男性啊 大概要有一些哪一些的特质 像你这样子 爱唱歌 爱唱歌 心地善良 吃喝嫖赌都不会 而且要有一点小气 还要小气呢 哎呦 你不晓得小哥这个人多小气 节俭到有点小气 连一个芭蜡都只有一个人吃 你说了什么 哎呦 对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外号 是 记不记得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传出来的 那时候我们在立声登台 我那天看大家的后台啊 闲得没事的家常 就是您在打毛衣啊 打毛衣的打毛衣 缝缝亮片的缝亮片 有些人在那捡红点 后来我一看年纪虽然小一点 我说哎 这个大家想不想喝绿豆汤啊 像挖一大台 好啊 你要请客吗 我说哎呦 没问题 后台一个阿嫂 你去叫几碗绿豆汤 还是要怎么叫几碗 有几个人头都叫几碗 好好好就下去了 什么人请我说我了 就等一下 也端得太慢了吧 正巧那时候 我想上个厕所去了 一回来大家都在吃绿豆汤 可是脸色不太好看 为什么 因为 楼下那个直接收了钱就走了 大一一 哎呦 叫他这样玩了 那六千走也跳过去榜了 哎呦 铁公鸡外号就传出去 其实我这个人不小气的 哎呦 你这个不是冤枉啊 这是我亲自亲身还有体验的 当场有一次我们在那个西餐厅的后台 大家在一个休息室等时间嘛 那所有人都在那边等 等时间呢也开始有点无聊 哎小哥就进来了 他坐下来 然后从他包包里面拿出一个芭蕾 哎呦 那个时候芭蕾 那个泰国的芭蕾那时候刚出来哦 是很大一颗对不对 他也就 完全没有说哎呦没有人要吃我分一点给大家 没有就拿起来擦一擦 对不起我只有一个而已 然后就开始就吃 我还两个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啊 真的啊 哎呦 他那个那个芭蕾就在楼下哦 他就买一个哎 不是我这个只有一个也不好意思大家分的肯 你可以切片啊 不我跟你讲说真的这个其实是美德嘛 啊 美德 啊 这是美德啊 对对对对 哎不过这个这个当审则审 你看我的手表就不戴 出国都戴个闹钟 一千块 哦 又也是用的很多年了 哎呀你们两个姿势一对啊 哎呀就是 这个可以说你刚介绍你是个全职的这个歌手啊 那不敢 听说这个令堂啊母亲啊 也是她标准的歌迷啊 哦对 虽然是一家人啊 她比你还认真啊 其实我也是为我妈在唱的 哦是吗 其实现在到红包厂好像每天上班也是都是妈妈陪着嘛 因为我妈也是上班的 哎我要上班到时候了 她比我还零啊 哎呀时间到了 8点半要走 给您盯场 8点20分就起来 都站到门口 哎呀 背个包走上班去了 哎呀 那么快乐那么高兴 有时候不忍心 母女情深啊 对 而且这个吴妈妈这个打扮起来是 哎呀雍龙华贵 有时候戴个黑的太阳眼镜 梳一个蒋夫人那个刀 我是穿冬天穿黑大衣 她有还真以为蒋夫人 您是看她冬天穿大衣吗 那您有没有看她夏天穿大衣 哎呦 哎呦 在赤道上穿大衣 哎呦 哎呦 这样就算了 怕冷嘛 怕冷 怕冷 哎呀不过这个其实也由不得您说想唱不唱 因为您的听众太多了 对 不过今天很难得请到吴金贤 吴姐来上我们的节目 当然今天也不能够放过你 简单的三首歌那么短就让你 啊 所以接下来还要再安排一首 我们比较少听过的老歌好不好 这首歌我自己蛮喜欢的 是一首西洋音乐翻译过来的国语歌曲 曲名是《静静的湖水》 静静聆听 静静的湖水一向的月色多么幽美 我俩当住在湖山街 静相依相偎 高高的天空想着心 心也有光辉 在夜风中树叶摆动 向地头徘徊 夜夜再轻轻听唱起 歌怎不沉醉 海归花分 风花烧鹿 朱香青泪 沉水洗尽 爱和你 但愿不成灰 这一向的月 静静的湖河水 沉浣 沉水一向的月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是一个展露头角的魔术天才 透过大魔镜 让所有台湾的观众 都见证到他创造的无数奇迹 他惊人的舞台魅力 吸引了日本最大电视台 来台目睹他的神奇魔术魅力 现在就来见证刘谦的奇迹 酒飞是许多外国观光客 喜欢探访的地方 以前这里可是有许多滔间人 抱着黄金梦 踏上着梦之国度 使用的东西是有的 什么 使用的东西是 哪里找到的东西 有的东西是 石是 石是小石じゃない吗 石 非常小石 這個石頭就回到GOLD DASH的時代 真的? 真的嗎? 想像不可以吧 不可以 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把手放進去 從來是奇跡的瞬間 尾田先生 右手 右手 不可以 看得太太 不可以 看得很下次 太請了 他請求 可以 好 好 好 跳舞 又再呢 欲しい 低い 正好 有了 我會改變 太好了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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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這麼大便是充滿 自己看得好 不必要 GODEL RING 一堆随手可得的土堆实力 在刘谦的手里 竟变成一堆金沙 最后又变回了戒指 就分真是遍地黄金 真正是 一分 一分 是不是這個現實的世界 或者夢的世界 怎麼說的 夢是冷卻的 這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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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奇跡的瞬間 好看 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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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這是怎麼辦到的 一切都在瞬間之中發生 眨個眼黃金又變成泥土 真是太恐怖了 劉謙的魔術奇蹟 這是台灣的超級名產珍珠奶茶 也是全台灣人的驕傲 走在路上到處可見人手一杯 劉謙要用台灣人最愛的飲料做什麼咧 加油 很久 味道 有 我? 我的是你 你只要給我 我只是一个 省務 让您 我们登场 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 是水 złbury 当然是水 是水 其实 pushes 我在动物华的 我们的产UST 起來 手這樣做嗎 要出去嗎 要給你們來這裡 請我來過來 想再給我來這裡 這裡 這裡 可以看到這裡嗎 可以看到這裡嗎 這裡 這裡 要看 這裡 好感 奇跡の瞬間です はい よく見てください いいね もうストーラー 食べる? beaucoupもちろん 是要清水遍鸡汤嗎 oh no 是清水处珍珠 众目睽睽瞎省冒出了一堆珍珠 太平派ミルクティーはありません そうだね 色が違う 水だからまた水だからですね よく見てください ミルクがミルクティーが入っていくのかな すご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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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ミルクティーが入っている 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です 本当にいい 飲みたい 飲みたい ストローです すみません 水だったでよ 飲めるかな 行きます ゴー 別懷疑 劉千的確是把一杯白開水 晃啊晃啊的晃成一杯珍珠奶茶 這雙專門製造奇蹟的手 真的是讓人瞠目結舌 劉千的魔術奇蹟 君ちゃんは好きな映画スタートがいるの? います いる いる 絶対聞いたことあります 誰ですか ジャッキーチェン ジャッキーチェン 僕も好きですよ ジャッキーチェン アクション素晴らしい アクションじゃない じゃあ皆さんに ジャッキーチェンより 不思議な奇跡を ご覧に入れましょう えぇー アクション 我可以做一件事 都住了 i don't need the police to try to save them your force is sick so please stay on my back and i will attack and you don't want that oh my god 这实在太恐怖了 这刘谦竟然可以违反地心引力 站立在墙壁上 这样恐怖的奇迹 就只有刘谦做得到吧 这是刘谦的奇迹